耶利米哀歌第五章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 垂顾关注我们的耻辱 我们的产业转归外人 我们的房屋归给一族 我们成为孤儿,没有父亲 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一样 我们所喝的水要用银子买 我们的柴也付代价而得 我们被人追赶,景象带上重恶 我们疲乏,得不着歇息 我们臣服埃及和亚树 为要得着粮食冲击 我们的先祖犯了罪 现在他们不在了 我们却要担负他们的罪孽 奴仆狭置我们 没有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因为旷野有刀剑的威胁 我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得到粮食 我们因饥饿而发烧 我们的皮肤好像火炉一般的热 妇女在西安被侮辱 处女在犹大的城镇被强暴 众领袖被敌人吊起来 长老也不受人尊敬 青年人推磨吃苦 孩童因被木柴而跌倒 众长老不再坐在城门口 青年人不再唱歌作乐 我们心里不再欢乐 我们的舞蹈变为哀哭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掉下来 我们有祸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 为了这事 我们心里愁烦 为了这事 我们的眼睛昏花 因为西安山荒凉 野狗就在山上到处出没 但耶和华 你永远坐着为王 你的宝座代代长存 你为什么永远忘记我们 为什么长久离弃我们 耶和华 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 你向我们所发的怒气难收 不然 求你使我们归向你 好使我们回转过来 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 像古时一样 今只能永远 眼督